原标题 唐朝在遭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后 为什么还能延续一百五十多年 天保十四年七百五十五年 安史之乱爆发 大唐从盛世的巅峰跌落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乱之一 其他朝代在经历如此大的战乱后 基本都是灭亡在即 但唐朝在遭到安史之乱的巨大破坏后 却依然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 期间还出现过唐宪宗 唐宣宗等等数次中兴 那么唐朝在遭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后 为什么还能延续一百五十多年呢 首先 安史之乱虽然规模极大 但安史叛军主要是盘踞在黄河以北 几乎没有波及到江南方 这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难以 安史之乱对唐朝虽然是重创 但没有真正商机根本 展开全文其次 虽然安史叛军曾经一度攻占了洛阳和长安 但持续时间都不是很长 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 唐朝中央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打击 安史之乱平定后 唐朝中央还能号令天下 最后 隋阳帝修建的大云河将以长安 洛阳为中心的核心地区 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联系起来 唐朝因安史之乱几乎失去了黄河以北的赋税 但大云河依然可以将江南的财富送往中央 依靠江南地区的经济支持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尚可维持大一统的局面 正因如此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人对大云河的评价远高于前人 而黄朝起义切断了大云河后 唐朝也就走向灭亡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